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本集看點 海賊王劇情未播的戰鬥TOP12 紅髮BS鷹眼只能排第四 神之谷也只能排第2 第一名是史上最強的史詩戰役 或200站50留言50硬幣就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看完留言我會找個最有趣的置頂 也歡迎加入我的DCE打海賊王 海賊王有很多史詩級的戰鬥 像是頂上戰爭,或者魯夫BS凱多之類的 除了這些戰鬥之外,還有一些是還沒播出的 但劇情有描述有這場戰鬥的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紅髮BS鷹眼這場 王者級別的這場較量 但除了紅髮BS鷹眼外 還有很多場戰役還沒播出 今天就來給大家盤點TOP12的史詩級對戰 入排名的最基礎條件是 要詳細描述過有這場戰鬥 推測有戰鬥過的那些不算 且會把劇場版的劇情給納入 到時候會特別標註是劇場版 就開始吧,劇情未播的TOP12 一個比一個精彩,大家一定要看完 為播出戰鬥的TOP12 莫莉亞必是凱多 莫莉亞27歲在核之國與百獸海豚爆發了大戰 莫莉亞被凱多擊敗 同時莫莉亞失去了所有夥伴 重視夥伴的她大獸打擊 後來意志消沈疏於鍛鍊 以至於自身實力不斷退步 但她離開核之國時 帶走了大量屍體 裡面最有重量的就是龍馬了 就連龍馬的秋水也一併帶走 之後就有恐怖三位翻傳的故事了 雖然莫莉亞敢挑戰凱多真的很勇猛 同時也很好奇她巔峰實力 但這場戰鬥描述的太沒有懸念了 所以只能排在第12名 為播出戰鬥TOP11 艾斯BX聖平 這樣戰鬥是比較少人知道的 畢竟兩人實力還沒到達王者級別 他們會對戰的原因就是因為 艾斯帶著她原先的黑頭海團 在路上遇到白屋子海團而落敗 艾斯不服輸要挑戰白屋子 但是聖平這時候跳出來擋下 說要接近老爹就要先過她這一關 兩人打了五天五夜不分勝負 這樣戰鬥是最能看出艾斯實力的一戰 聖平當時就有欺負海的實力保證 而且聖平早已到達了巔峰的年紀 在草帽團也一直都沒有進步 但艾斯當時才17歲 而且雙方的能力還可能是互相克制的 一個是用火一個是用水 可以說雖然艾斯沒有贏下這場對戰 但是這也顯現出了未來是她的 這場戰鬥整體只能排在TOP11 為播出戰鬥TOP10 老殺BX巴雷特 劇場版專屬 巴雷特在劇場版奪寶爭霸中 展現出了超強的實力 當時的劇情你可以說她跟凱多差不多級別的都不太過分 因為一樣都是一個人頂住超多人 而在19歲新人實習時 陳與克洛克達爾戰鬥過 未分出勝負 這樣的戰鬥絕對是大家想知道的內容 但並不是想看巴雷特的實力 而是想看老殺到底有多強 可以抵擋住那麼強的巴雷特 畢竟老殺輸給魯夫完全是劇情殺 在前面老殺可以讓魯夫死兩次了 老殺真實實力應該是跟多佛差不多的 所以整體下來 這樣戰鬥也算是半王者級別的對戰 所以暫時可以排在TOP10 未播出戰鬥TOP9 黑屋子海團BX白屋子海團 秋後戰爭 頂上戰爭結束後 白屋子海團失去了船長白屋子 其他團員在第一隊隊長馬爾克帶領下 對黑屋子海團進行了報復 他們調動了全部兵力來對抗黑屋子海團 而黑屋子海團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應 然後白屋子海團殘敗 這樣戰鬥雖然是沒什麼懸念 畢竟少了白屋子本人 很難有人可以當扛住黑屋子一人 這樣戰鬥雖然是沒什麼懸念 且這樣戰鬥能撐得上王者級別的 只有黑屋子一人 但雙方海團的人物 很多都是伴王者的存在 像是黑屋子、馬爾克、雨之溪流、芳奧卡之類的 都是未來劇情有一席之力的人物 以上算是小打小鬧 接下來都是王者級別對戰的 為播出戰鬥TOP8 金獅子vs卡普戰國 這可能並不屬於劇場版 因為韋田說過金獅子進入了正片 還加入了洛克之海團 意思就是 劇場版王者天下是平行世界劇情 但海賊王地庭的話 有機會是正片的故事 這樣戰鬥的起因是 金獅子一直都把羅傑當作最佳對手 一直來騷擾羅傑 但最終羅傑被逮捕 金獅子不敢相信羅傑會被海軍給逮捕 他一人殺近了馬林福德 殺了一隊海軍站在他們的屍體上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一幕有什麼感受 我自己覺得是帥到爆炸 當時卡普跟戰國趕到了現場 雙方就打起來 這樣戰鬥雖然沒有讓我們看到 但具體上說了 毀掉了一半的馬林福德 這裡也可以說卡普破壞力太強 所以炸掉了一半的基地 畢竟風潮島開場時 卡普也是一拳把風潮島炸爛大半 劇情會說一半我認為是因為 要讓我們知道金獅子有多強 如果金獅子太弱的話 基本上直接被碾壓 但是這樣戰鬥竟然可以造成大量的地圖過壞 就代表這樣戰鬥是有來有往的 而卡普跟戰國的實力就擺在那裡 金獅子跟白武士凱多 他們是同時代的人物 自然不會落到哪裡去 所以這樣戰鬥絕對是非常有看點的 排在Top8算是合理的 未播出戰鬥Top7 刺拳BS親自 剛剛說到卡普跟金獅子 比較屬於是上個世代的對戰 這樣戰鬥可以說是 現代最佳戰力的極大對戰 在頂章戰爭結束後 戰國卸任元帥之位 世界政府上層推薦刺拳 當上元帥之位的比較多 他正準備接任戰國離開的元帥之位 然而此舉動和戰國推存親自當上元帥的意願 互相矛盾 最終由赤拳對上親自 這場對戰是在龐克哈薩特打響的 對戰細節的描述是說 他們在龐克哈薩特打了10天10夜 會把對戰時間拉了那麼長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韋田想表示 這兩人的實力是很接近的 最終親自敗北了 最終赤拳順理成章當上元帥 而親自當上了黑團成員 可以說這場對戰是表明了 雙方實力相同 但是因為為了讓親自出走 所以他必須敗下正來的概念 不管怎麼樣 這兩人絕對都是王者級別的 而且還打了10天10夜 排在Top7完全沒有爭議 為播出戰鬥的Top6 紅伯爵 vs 空股 海賊王遊戲專屬 紅伯爵在遊戲劇情描述是非常強的人 僅憑一人之力就與羅傑 白虎人海團並駕齊驅 可以說是非常誇張的存在 就連跟他一樣一人行動的鷹眼都沒有這種實力 而他在某種機緣下對上了海軍本部統帥空股 最終紅伯爵打贏了空股 但同時紅伯爵的體力也耗盡了 最終被卡普偉刀帶進了監獄 空股也是我們大家所好奇的人物 海賊王1000多集到現在 他出場不超過3次 但他的職位卻是比赤拳還高的統帥 大家一定很好奇他的實力 在這遊戲給出了跟紅伯爵差不多的實力 雖然有點太超過了 但也恰好展示 韋田想給他的實力是有王者級別的 因為這遊戲是韋田自創的劇情 這樣戰鬥之所以只能排在第6 是因為這算是番外篇 如果不是番外篇的話 以劇情描述很可能可以更高 排在Top6或許會是更好的選擇 魏波戰鬥Top5 卡普5vs羅傑 這樣戰鬥可以說不是一個戰鬥 什麼意思呢? 因為劇情描述的是 他們戰鬥了10幾次以上 也就是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對戰 而是多次對戰 而這兩位毫無疑問 都是上個世代的王者級別人物 我們看過巔峰羅傑 但從未看過巔峰卡普 劇情描述這些對戰是 卡普一度把羅傑逼入絕境 所以這場對戰絕對也是值得期待的 這兩個實力你會說應該排名更高 但沒更高的原因是因為 這場對戰描述的並不完整 所以我們暫時沒辦法再更高 排在Top5應該是剛剛好 未播出戰鬥Top4 鷹眼捏是紅髮 這樣戰鬥可以說是非常眾所矚目的 因為這兩人是目前劇情最頂級的戰力級別 你可以說超越了刺拳親自完全不為過 雖然鷹眼實力不明確 但紅髮在劇情展現有多強就不用多說了吧 而且這樣戰鬥還是在紅髮雙手健在的時候 也就是比現在我們看到的紅髮還強上許多 就在那麼強的情況下 鷹眼竟然還能夠頂住紅髮 就說明白了鷹眼就是跟紅髮同級別人物 甚至你可以說鷹眼比斷手後的紅髮還強 畢竟斷了手實力一定會下降 你有沒有說雙方並沒有認真打 是切磋而已不能這樣看誰比較強 確實可以這樣說 但白屋子評價這場戰鬥是說 宛如昨日一般的精彩戰鬥 也就是如果是簡單切磋是不會這樣講的 所以他們是有認真打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就連史上最強的男人白屋子都說精彩 這樣戰鬥怎麼想都是可以載入實測的對戰 可惜是衛波的戰鬥 這裡還是希望可以敲碗這場戰鬥 給大家看到就算是細節也好 排在Top4完全是合理的 衛波戰鬥Top3白屋子Bs羅傑 這樣戰鬥可以說是 除了洛克斯之外 上個世代最強的人物對戰了 在某座島嶼上羅傑剛好與白屋子碰面 由於羅傑剛剛才跟梅卡布的海軍對戰 他覺得很沒意思 所以決定跟白屋子打一架 而就連海賊團的其他人都打起來 羅傑船上有雷蒂甲巴這種王者級別任務 同樣白屋子有玉田馬爾科 還有我們幼年的紅髮黑屋子 這場對戰強到不看船長對戰 也可以說是精彩程度 最終這場對戰經過了三天三夜才結束 之所以這場對戰會那麼經典的原因是因為 白屋子在劇情描述的實力是完全不輸給羅傑的 但他輸給羅傑的地方就只是企圖性而已 少了羅傑一個海賊王才被比下去的 不然他們兩人實力很有可能是持平的狀態 排在TOP3也算是合理 微波戰鬥TOP2神之谷 這樣對戰的起因是因為 原本海軍繞在神之谷 開一場狩獵競賽 讓每個種族PK取出最強的種族 最終可以獲得6個寶箱獎品 但當時經營洩漏給了全世界 有人為了寶箱而來 有人為了阻止別人而來 這場戰鬥我想應該是很多人的第一名 畢竟這場戰鬥有很多王者級別人物 光是洛克斯海團就有5個王者級別的人物 還有加林聖為首的神之騎士團 還有羅傑海團也在 就連卡普為首的海軍也在 光想誰會對上誰就非常的有趣 羅傑、卡普BX洛克斯、保子BX加林聖 之類的怎麼想都很精彩 這場大亂鬥絕對是值得下去關注的 陣容豪華到可以拍成一部完整的電影 如果真的拍的話 我相信只要是海迷一定會進場觀看 所以排在TOP2完全沒毛病 前面的排名史詩歸史詩 豪華歸豪華、最強歸最強 但前面最強都有個簡介 像是現代最強或者是上世代最強 但說到海賊王歷史最強的兩個人物 絕對就是接下來要講的了 未播出戰鬥TOP1 喬伊波伊BX伊姆 空白百年史詩級別的對戰 海賊王一切的開端 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的對戰的話 就沒有現在的海賊王 目前公布的劇情是 伊姆為首的20國 攻打喬伊波伊為首的古代王國 過程也有給出一個簡引 是喬伊波伊變成尼卡形態 然後攻打一堆帶著皇冠的人物 喬伊波伊有多強不用多說吧 一個霸氣直接把無勞性全部轟為聖地 就連巨人都說這霸氣比紅髮強 紅髮可是目前巨型最強霸氣指標性的人物 而魯夫目前還要超越很多人物 他之後一定還會成長很多 可以說魯夫最終的模板 很有可能就是喬伊波伊的真實實力 但就是那麼強的人物 還是敗給了伊姆 你可以說是以多打掃 但喬伊波伊也是有一些可能的幫手 像是龍馬、遠古機器人 這些可能都是他的幫手 但最終還是敵不過伊姆 雖然伊姆很有可能使用了古代兵器才贏的 但是在寇布拉來到聖地的時候 他也有展現過他的實力 使用了感覺很強的暗影劍打傷了寇布拉 這樣戰鬥如果不期待的話 那只能說整個海賊王的劇情都可以不用期待了 所以排在塔伯板是完全沒毛病的 這些排名是我個人認為的精彩程度 應該跟大眾的眼光不會差太多 但還是會有一點落差 像是神之谷或許才是大家最期待的 大家可以留言區微調一下自己的排行 如果漏掉哪些對戰 也可以幫我在留言區補上 當然除了這些已知的對戰組合 還有一些比較隱密的對戰 像是嘉寧聖BS白屋子這種 高機率對戰過 但劇情還沒說明白的 有機會再跟大家討論這些對戰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論點 大家什麼想法留言跟我說 如果你覺得留言不錯 我幫你置底 如果大家想上分析 請點喜歡的留言 這樣才會讓YTV上下法 讓更多我看到 感謝 今天的分析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